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哈人同学制作的视频 这一讲是《荧光团微单元理论》的第36讲 这一讲里我们要介绍魔方正方体FM构件 我是张浩然 我的邮箱是哈人同学Ad163的考 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发邮件交流 接下来进入我们这一讲的内容 首先介绍一下这一讲的相关配置 用的操作系统是Windows7 配合版或主题是Windows Classic 这一讲的评估分辨率是130的相手乘以76Y相手 也就是笔记本宽屏16比9 本讲使用的软件是下面三个 一个是PowerPoint的2010 幻灵签的演示 第二个是MetLab7.0 做矩诊认算 第三个就是FMP平台 全称就是《荧光团微单元理论》平台 目前用的是第一版 它里面包含10个字定义函数 代码可以从下面这个路而获得 也可以参考我们前面025那一讲 来安装这个FMP平台 接着我们打开这个MetLab 7.0 来追用 回到桌面上 这个就是MetLab 7.0的图标 就是这样一个锥面 我们双击它打开 如果大家在MetLab里面安装了FMP平台的话 可以点开这个Caron的Direct 这里就可以看到这十个固定义函数 这一讲我们要讲的这个函数 就是这个SuperMagic函数 用来构建一个模方正方体验FMP 回到GPT 接着我们回归一些 与本讲相关的早期内容 在荧光常规战验理论 026和032这一讲里面 我们所构建 这两讲里面所构建的结构 它的浓度几阵 都是只包含一种浓度 所构建的这个结构 都是一个均匀的安排 例如我们这里的这一组代码所示 C等于1333 就是构建一个 我们右边这个所示的所有值全是1 然后就占一个3乘3乘3 从我们27个数 所构成的一个三维的浓度几阵 这个浓度几阵的名字 变了名的就是C 这里上面是它的三层 第二步就是用上面所构建的浓度几阵C 作为其中一个参数 以及再输入一些其他的参数 比如它的冷场为3 然后效光系数1是0.2 效光系数2是0.1 输入这些参数之后 用这个FM函数来定义一个均匀的FM 所定义的这个结构呢 它的变量名用D来表示 那第三步呢 就是对这个上面定义的那个结构D 做一个2乘2乘2的一个对比 用这个break函数来实现 所形成那个结构呢 也是一个 它也是一个形成这个结构 我们用D来表示 D1它也是一个均匀的FM 我们在Metalab里面演示一下三组代码 这三行代码 键复制 切换到Metalab里面 键复制 键复制 这里呢就是分别定义了浓度几阵C 我们这里锁实 这是浓度几阵C 接下来我们双击打开这个D 它是一个蒸光头代码 我们打开它的浓度几阵 它里面有一个属性 这是C 双击它打开 它也是这样完成的都是1 现在我们再打开这个浓度几阵D1 这是浓度几阵D1 就是它由这个D经过2乘2乘2 追结之后向上 它的浓度几阵呢也是在这里 我们双击它打开 我这里锁实 它里面只不过比原来更多了 好的 接着我们 在荧光调围代码理论 033这一讲 和035这一讲里面呢 所构建的结构 它所构建的结构 它的浓度几阵呢 都是包含两种浓度 033这一讲里面 我们构建的结构呢 成为压缩荧荧光调围代码SFM 它里面呢是包含0和0和k 两种浓度 而我们在035就是上一件里面 所构建的空心正方体验FM的话 它里面也是包含0和k 两种浓度 如果我们下面这一组代码同时 它可以下面这一组代码 可以构建一个空心正方体验FM 首先第一步 c等于5乘1万4333 它可以构建一个所有值 均为5的这样一个3乘3乘3的一个三维的浓度几阵 第二步就是令其中的 上面的这个三维的浓度几阵 其中一项就是半导等于0 就是那种C22等于0 这个值它原是5 通过这5之后呢 它就编为0 就用这样一个修改这个值 用这一行代码来修改其中三维的一个值 第三步呢 就是用上面的这个浓度几阵 来定义一个FM 跟上面也是一样的 这样的构建的这样一个结构呢 它里面浓度几阵是包含两种浓度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种浓度 这是两种浓度 那么可不可以包含更多种浓度 也是可以的 再讲我们的那目标呢 就是构建一个浓度几阵里面 包含多种浓度的一个螢光头像源 如果我们这里的这个示意图的措示 我们右边呢 是这样一个三乘三乘三个小的正方体 构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正方体 现在呢 我们看一下它是怎么构成的 假如说现在有27个 这样的使劲正方体FM 这27个呢 27个这样的使劲正方体FM 它们内部是 就是每个小正方体内部 浓度是均匀的 它们都可以称为均匀FM 但是不同的小正方体之间呢 浓度不尽相同 就是这27个小的使劲正方体FM 它的浓度取多个数值不尽相同 但是它们的大小都是相同的 就是 所有的这种小的正方体的冷藏 三个冷藏都是1 然后它们的消光系数 两个消光系数上也都是相同的 针对激发光的消光系数 1.0.2 针对发射光的消光系数 1.0.2 现在这27个这样的小的正方体 经过一个管理上的一种堆叠 进入我们右边的这个结构 今天这个结构呢 它也是一个大的正方体 三条冷藏就为3 但是它里面呢 就是包含多种浓度 就是不同小正方体之间的浓度不尽相同 描述这样一个大的这个 大的这个结构 它的浓度就可以用一个浓度矩阵来描述它的浓度 例如我们下面这一个这样一个例子 就可以构建这样一个浓度矩阵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例如上面我们想 就是目标是假如这些参数 就可以自己先随意的复制 然后现在现在想用这样一个浓度矩阵来描述这样一个多浓度Fm 它的里面的一个浓度 就是我们上面这个浓度矩阵里面包含多种浓度的Fm 就可以简称为多浓度Fm 要构建这样一个 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多浓度Fm 可以用下面这个代码 首先第一步是C等于5乘133 构建一个所有的都为5的这样的一个三维的浓度矩阵 第二步就是运其中一项等于1 运这个C22等于1 运这里等于1 变为这个 第三步运这个C33等于7 运这个数值等于7 以此可以修改一边其他的一些数据 最终实现一个就是 就是包含多个浓度这样一个浓度矩阵 接着再用第四步就是用上面定义的浓度矩阵 来定义一个Fm 这个要点呢就是在Metalab里面 实现对一个三维浓度矩阵里的值 基因有逐个或多个批量修改 逐个修改或者批量修改 如果是连续的一片呢 你可以用我们上一讲的这个猫号 来实行P 批量修改 这样就可以实现构建多浓度Fm的浓度矩阵 从而在实现这个构建多浓度的Fm 我们也来演示一下这一组代码 看一下它的效果吧 首先把这里的所有的箱子都清除掉 Clear Workspace 然后Clear Command Window 从这开始我们先看一下第一步的效果 这点5乘以1是333 粘贴 这一步呢就可以构建一个浓度矩阵 你看所有只都等5 总共是由三个这样的二维浓度矩阵 构成一个三维的浓度矩阵 好的 突然发现这里这一项表1了 再看一下第三步 执行最后的效果 一样复制这个C33 等于7 发现这一项表是7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对这个浓度矩阵进行多不修改 第四步呢都是一样的 用这个Fm函数来定义一个Fm结构 这里做了一个这样的结构 上面它就是一个浓度矩阵 好的 谈到这里我们就需要谈一下就是就是这个浓度矩阵 它的这个引用该怎么引用 例如我们这里修改这个中间这一项 它的边对应的这个号呢是222 如果要修改这项为7 它对应的这个号是33 那么它这个对应关系如果是如果是这个数 它对应的这个边号是多少呢 就是我们需要属于一下Metalab里面 就是Metalab里面三维浓度矩阵的维度和引用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用这样一个C等于53 做建一个就是非正方体的就是浓度矩阵 或者是一个长方体的这样一个浓度矩阵 我们先把这里的都清除掉 Clear Workspace Clear Command window 把这里都清除掉 我们先这里就用这一场C等于1453 构建一个这样的浓度矩阵 预线复制 粘贴 双接这个C 它看一看 首先希望明白这个三维浓度矩阵 它的三种维度是怎么 怎样的一个对应关系 这个5呢在这个位置对应的是第一维度 第一维度是这个方向 我们发现之后它就是把这里的几个极限把它粘贴到PPT里之后来研究一下 5的话是对应这个维度就是这个二维极阵的上下这个方向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 然后4的话是对应的 横着这个方向对应的是第几列 这是第一列第二列第三列第四列 它跟这个数这个位置是对应的 这是第二维度 就是横着这个方向 第三维度呢是跟这个 这个这个位置对应的 就是第二个逗号之后这一项是对应的 那么中间是用逗号可开的 具体来说呢 我们用那个C.53 定义了之后 它可以形成这样三个这样的二维的浓度级阵 由这三个二维的浓度里面构成这个三维级阵 所定义的标号呢 就是从123123 这个蓝色的对应的这个字呢 是对应的第三维度 假如我们要引用其中一个数呢 引用它其中的一个数的话 比如说我们要引用这个数 就看一下它处于第一维度上处于是第几行 我们说一下它是1234 它处于第四行 第一维度上是跟这个对应的是第四行 所以呢它是在这个位置写4 第二维度上它处于第几列 这是第一列第二列第三列 所以它第二维度上是处于第三列 在这个位置写3 第三维度上它处于第几个体 我看一下它是第一个 第二个 它是在第二个 所以这个 它的引用方式呢 就可以写成这个 这个变量名 后边括号432 它相应的这个 在这个矩阵里的这个位置 位置的变号 我们在MATSF里面来演示一下 把这个关掉 然后现在要引用C 4 4 3 2 现在直接 直接敲回到不加冒号 敲回到它可以在这个运行里返回它的值 它可以反过一个1 现在呢 我们列上这个C432等于0 C432 C432等于0 敲回 敲上一个分号 敲回特 我们再双击这个C打开 看一下它的一个情况 在这个位置 第二个矩阵 第二个二维矩 然后是第四行 第三列 这个位置这个数变成0了 我们这里这个是 发现我们这个引用方式是正确的 大家可以在MATLAB里面自己操作一下这个代码来 研究一下这个三维的一个引用方式 从里呢 就是多维的引用方式 比如C1 543 3567 多维的七八维的那种 引用方式呢 也可以类似的就是多维的浓度引用方式 这是一个小的支点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小的支点 就是MATLAB里面的一个 一个Magic函数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函数 它呢它是可以定义一些模仿矩阵 什么叫模仿矩阵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英文呢 就是Magic Square 它是指有相同的行数和列数 我们下面这几个 这是三行三列 下面四行四列 有五行五列 并且要求这个矩阵呢 在每行每列和对角线上的和 都是相等 这样的一个矩阵 比如这个Magic3 这个矩阵呢 它是八加三加四等于 八加三十一 十一加四十五 这样恒大来加的话 八加一等于九 九加六等于十五 斜的来加 就是对角线上 八加五十三 十三加二十五 所以它那个每行每列 以及对角线上 加起来多等于十五 这个几个呢 就成一个三阶的一个模仿矩阵 同样这个四阶的 大家后边也可以自己来加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和每行每列对角线上的和是否相等 这是它的第一个要求 首先是行列数都相等 这是第一个要求 然后是每行每列对角线上的和都相等 这是第二个要求 第三个要求呢 就是每个就是模仿矩阵里边的每个数值都不能相同 如果我们这里是 这里是从一二三四五六到一 一直到从一到九 这里是从一到十六 然后这里第三个矩阵呢 是从一到二十五 这样的这是第三个要求 就是每个数 模仿矩阵里边的每个数值都不能相同 最后一个要求呢 就是行数和列数一般一般情况下都是大于三的 因为这二维的那个模仿矩阵呢 没有没有太大意义 就他他里面二维的那个模仿矩阵呢 就是不满足这个什么行列 这条线都相等 行列的一点线上的加和都相等 因为说实在太少了 一般要求呢 从这个三开始 在Metalib 里边要定义这样的模仿矩阵呢 就是他可以用这个Magic函数来实现 他一般定义的模仿矩阵呢 都是这样二维的这样的矩阵 我们在Metalib 里边来演示一下 如何来构建 这个Magic函数呢 还一般只包含一个函数 就是他这里的这个 括号里的这个影像 称为他的阶数 比如这里这个就定义出来 就成为三阶模仿矩阵 中间这个呢就是四阶模仿矩阵 右边这个是五阶模仿矩阵 我来演示一下 清除掉所有的方便观察 Clear command 温度 Clear workspace 首先是Magic3 Matic3 撬回车 那就是返回这样一个轮廓 这里由于没有加冒号 可以在这个命令行李 加没有加分号 可以在这个命令行李直接返回 返回 这个结果 Matic4 撬回车 返回这样一个四阶段 模仿矩阵 然后Magic5 撬回车 可以返回这样一个五阶的模仿矩阵 从里呢 可以6789是N多像 这一讲理我们用那个 调用这个Magic函数的主要是想用它来构建 就是包含多个浓度的一个三维 三维浓度矩阵 现在呢它是这个Magic函数直接 直接导出的就是返回的呢 是一个二维的一个这样的浓度矩阵 要构建三维浓度矩阵的话 我们这里采取的方案呢 是将这个二维极阵 给它讨归多份 我们这里所介绍的就是 新定义的函数 新定义的一个函数 称为TuberMagic 它这个调用方式呢 就是如下 就是Z等于TuberMagic N就称为结束 它的原理呢就是 而这一行代码的意思呢 就是如下 它可以构建一个模方 模方正方体浓度矩阵C 这个浓度矩阵 这个浓度矩阵 它是三维的一个浓度矩阵 三个维度的三个数 或者是阶数 都是N 用这个N来复制 它的第一维度和第二维度的浓度矩阵 第一维度和第二维度的过程 所构成的二维的浓度矩阵 二维矩阵呢 就是一个模方矩阵 这里这个合适 就是每层都是一个模方矩阵 在第三维度上呢 它是将这个二维的浓度矩阵 二维的矩阵 复制多分 如这里就是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维度的第二层 第三维度上 两二维三的这一层 第三维度上两二维四的这一层 就是相当于 这个每个二维矩阵 之间都是拷贝关系 有这样的四个二维 这样的多层二维矩阵 构成的一个三维的浓度矩阵呢 就是我们这里成为我们这里的 模方正方体的浓度矩阵 所以构建 之所以构建这个函数呢 就是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想用这个函数来快速构建 包含多个凝度的三维浓度矩阵 方便进行演示 所以它构建这个函数的目的呢 主要是出于一个演示的目的 用这个函数来快速构建 快速构建栏进行演示 可以用它模拟多浓度的混搭系统 就这一个系统里面 它是进行三刻画之后 它有个每个三刻里面 浓度不全向的 就是这样的系统成为多浓度的混搭系统 好的 接下来我们演示一下这一组代码 C点QMagic4 把这里所有的都清除掉 Clear Clear Workspace 我们演示一下这组代码 看一下它的效果 看下这个函数执行之后的效果 右键复制 C点QMagic4 右键粘贴 可以生成一个浓度矩阵C 双击这个浓度矩阵C打开 可以看到这里边是每层 就是第一层那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四节的模仿矩阵 第二层也是一个四节的模仿矩 第三层第四层也是这样的 相当于在那个第三维度上 它们都是拷贝的关系 在第一维度和第二维度 那个过程的二维矩阵 二维的矩阵上来观察的话 它是一个二维 就是模仿矩阵 这样的一个 四行四列的一个四节模仿矩阵 好的 这是那个TuberMagic函数 它可以实现的一个效果 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 这个模仿阵亡体 模仿阵亡体这个FM 它是 就是我们用这个TuberMagic函数 来做 来构建模仿阵亡体FM 做几个演示 那实力操作一 就是这个实力操作一的目标 是构建一个十阶的一个 模仿阵亡体FM 所构建的这个结构 称为它的名字呢 就是用这个D来表示 用这里所示 要求它的具有的属性是这样的 就是它的灵光碳浓度 或者说它的那个浓度矩阵呢 就是是由十阶模仿矩阵 向第三个维度复制石份 这样所构成的一个三维的一个浓度矩阵 要求这个解构D 就是模仿阵亡体FM 它的三角能长啊 就会0.01 针对激发光的消光系组 1.0.2 针对发射光的消光系组 1.2.0.1 要构建这样的一个模仿阵亡体FM 它代码怎么来做呢 就是可以如下面的所示 我们首先来解释一下这个代码 然后再来演示一下这一组代码 首先第一步就是调用那个TuberMagic函数 来定义一个三维的模仿正方体的一个浓度矩阵 C点TuberMagic 10 把这个10输入这个参数数进来 第二步呢 就是用前面定义的这个浓度矩阵 作为其中一项参数 用这个FM函数来定义这样的一个 就是螢光团围单元结构 第三步呢 是对这个所定义 所上面所定义的这个几落地 对它的一些参数进行汇报 好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演示一下 这里先把这个Metalab里面这些功力轻浮 ClearCommandHistor ClearCommandWindows ClearWorkspace 现在又是空的 我们现在 这一步我们逐步来演示一下吧 右键复制 C点TuberMagic 右键粘贴 这一步就可以定义一个浓度矩阵C 方体要打开 它里面就是包含这样 就是每个这样的二位矩阵 都是从一到一百的树 一百个树构成的这样一个 十阶的一个 模仿 模仿矩阵 那锁某有这样 向下看 锁某有十个这样的模仿矩阵 相当于这样一个模仿矩阵 拷贝的十二 这样的十个二维的浓度矩阵 二维的模仿矩阵 所构成的一个三维的矩阵 就是我们的浓度矩阵C 关掉 接下来再看第二步 第二步呢 就是用这个上面定义的浓度矩阵C 来定义一个FM 右键复制 这里粘贴 这里就先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FM结构D 第三步呢 就是来汇报一下它的一些系数 同时呢 这里是个2 所以它视频要重复播放两次 就是以视频的方式 右键复制 这里粘贴 这里就是所构建的结构进行一个扫描 现在扫的是光波的 就是光波的一个分布 扫的荧光通路 这是第一个维度 这是第二个维度 第三个维度是上下这个方向 最后以静态的两个图 两个分布图来展示出来 同时呢 它汇报出它的调远组方式 汇报出它的一些对比压缩系数等等 在这个面领行里面 就是在这个图板的温度里面呢 也发挥了这样的一些对比压缩系数 来汇报出它的一些对比压缩系数 尤其是中间这个面 它是以五彩缤纷的 竖着这个面呢 由于是在第三维度上都是重复 所以竖着这个面 它是成这样的每个条每个条都是一样的 在第三维度上下这个方向呢 它是都是拝贝关系 所以竖着的这个条都是一样的 而在中间这个面上 它就相当于是一个 模方几阵 所以它里面的这个 引光光不破以及引光光不破和引光呢 都是呈现不同的特征 非常多姿多彩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数值 就是这个系数上就有什么呢 我们发现它里面第二列都是一 就是模方正方体 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表观压缩系数 是SCF 这里这个数所是 LCA1这个数 然后LCA2这个数 这表观压缩系数都等一 或者说都非常接近一 就是我们介绍一个非常接近一的一个情况 现在它们都是等一 这里为什么称为表观这个压缩系数呢 是因为就是我们目前所构建的这个条件 它里面是浓度都是不一样 跟浓度就是不全一样 所以它是一个混杂系统 混杂系统 而我们前面在推倒这个SCF 推倒这些压缩系数 它的概念的时候呢 我们用的是一个均匀系统 当时用的是均匀系统 推出来的一些概念 或者说原来是一个简单系统的一个概念 里面的就是用的 如果是用这个对于这个混杂系统 我们要套用均匀系统 或者原有简单系统里面的概念算法 或者模型的话 一般得到的都是表观指标 所以我们这里都是需要称为表观压缩系统 比如针对这个荧光的表观压缩系统 SF 针对替发光系统的压缩系统 就是SEA1 这里我们演示了一个就是用的 直播Magic函数来构建一个模型正方体 现在目前用的这个数呢 是10 就是一个10阶的一个模型正方体 它是一个偶数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基数的一个情况 就是这个阶数是基数 我们再来看实力操作2 实力操作2呢 就是跟前面大部分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里这个阶数有做调整 这里是21阶 前面是10阶 现在我们要做一个21 构建一个21阶的模型正方体 结构 结构名也是用D来表示 后面的要求呢 都是以前的一样 所以这里这个阶数呢 都是调整21 前面的代码上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也变成21 其一的也都相同 后面这个汇报的参数跟墙面不一样 我们演示一下这三组代码 接下来我们把它给复制一下 这次我们一次复制三行代码 又要复制 把这个图关掉 这里直接粘贴 这就是所图建的这样一个21阶的这样一个 模方正方体的一个FM 现在对它的光不过进行扫描 从这个轴上来看的话 可以看到它是从1到21 这个跟那个接触是对样的 每个轴都是从1到21 这个轴也是从1到21 现在可以观察一下它的光部 荧光分布和光波分布都有什么特征 最后以静态图方式导出来 可以现在是静态图返回的 它都是接近中间那个截面上的一个光波分布 它也可以拖转 对它进行拖转来观察它具有什么特征 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观察一下 它导致它的一些堆叠系统和压缩系统 这几个系统也沾到PT 我相信它里面对压缩系统这一件 有的是非常接近的一面 这种情况 对于这样的模方 正方体FM它的一个规律 下面这个也是 还是就是表观指标 在返回的 用原有的均匀系统的一些概念 所返回的是一个表观指标 所以都成为表观的压缩系统 表观SEE或者表观SEE都可以 好了 这一讲内容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这一讲介绍的 用这个 十五Magic函数 来构建了模方正方体 这样一个小的技巧 或者我们介绍了这样一个 十五Magic函数 它是FMT平台上的一个函数 下面这里 进行这个文件 同时我们还介绍了前面 就是如果要构建一个 就是浓度几针里面包含多个浓度的FM 有一个就是这样 虽然非是 但是有通用的一个方式 就是对它里面 先定一个浓度强为1 或者浓度强为K的浓度几针 接着对它里面的逐个数值 进行一个个性化的修改 想可以构建一个更多样化的浓度几针 我们这条内容就介绍到这里 视频的结尾还是放上我的作品链接 大家如果需要下载 视频推荐给更多有效的终结 我是张浩然 我的油箱是浩然设计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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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